黄色跑车在车道上烧起来 火光从引擎盖窜出 烈焰加上浓烟 吓坏附近民众 消防紧急到场拉水线灌旧 消防经过15分钟抢救 总算将火势扑灭 好在事发第一时间 驾驶就逃出车外没有受伤 事发在嘉义市市贤路与重庆路口 这部跑车疑似是二手车行的车辆 送到修车厂维修 没想到试车时出事 蛮认识的啦 会比较好讲 看能不能复原 或是说报废啦 报废承担的费用看怎样了 两黄色跑车 行车价将近200万元 火烧后车体熏黑 维修厂得赔偿车行 暗夜惊险烧车 好在没有波及 路上人车 记者侯国文 刘文斌王世涵嘉义 采访报导 吃面 喜欢吃水饺 总觉得少一味的 来 这一罐是什么 海皇XO干贝酱 直接来这个QR Code 快点够QR Code 来帮我扫一下 快点够QR Code里面呢 有很多中天严选的商品 喜欢的好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咯